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上午的三萬破證 那節目的一開始呢 還是先謝謝這兩天有加入粉絲團的 有來跟我索取這兩檔股票的啦 非常感謝每一位投資朋友的配合 那當然啦 我也發現到 這一次加入粉絲團的 我不是說我準備兩檔嘛 一檔二十幾塊 一檔一百多塊 幾乎每個人都要這一檔 幾乎每個人都要這一檔 比較多 那其實我覺得這一檔也是還可以啦 不過沒關係 因為大家可能還是比較習慣做低價股 那今天喔 我有問我 我有講啦 今天開地可以接啦 那今天我也帶會員買進 所以說他現在還在評判以下的話 投資朋友 自己找買一點啦 那上個禮拜他一根長紅突破 點到漲停板嘛 那因為今天遇到這個季線的反壓 所以他這兩天會稍微震盪 但是我覺得喔 拉回接買點啦 因為這個 這個一來修正的也差不多啦 然後再來籌碼也滿穩定的 股價也不高 我相信以最近的主流來講的話 這些低價股還是非常的威猛 你看像今天長家智能持續的漲停 這不就是我之前在節目上 跟大家公開推薦的 你看那間好強啊 你根本開盤想買都買不到啊 那當然今天最強的大概都瑞利斯這一些 跟眼科比較有相關的 包括這個6796跟伊柴啦 就是說可能很多人會利用暑假去做雷射吧 因為兩個月的時間可以好好的把那個眼睛養好嘛 所以暑假的包括像什麼醫美啦 什麼什麼眼科的啦 生意都會不錯 當然這是個預期心理啦 對或不對要等財報出來才知道啦 不過你看股價先反映 像什麼金鴻啊 還有也恭喜我們長家智能持續的漲停 還有這個搭上AI熱查的漢訊 這個我上禮拜跟他提醒過 那你看喔 今天喔 我覺得今天這個牌也不難解啦 強的持續漲停板 你看穿了我抓不到 你看像這個營業達又攻上漲停板 什麼廣民啊這一些 大家有沒有看到 都在持續的創新高 哇還有這個資源 你看上禮拜我跟他提醒過 按照這個角度攻擊 我看挑戰去年的高點 應該基本上沒什麼大的問題啦 還有包括像這個人保 哇今天又上去了 還有6191的金城科 不過這些股票喔 我這麼跟大家講好了啦 不好意思喔 還有包括3483的例子 喔還有 重電這個概念股 你看這個華晨 創歷史天高 好 這些股票喔 真的很強 穿得抓不到 根據我今天早上的觀察啦 這些創新高 跟這些補漲的股票 剛好一半一半 剛好一半一半 你說長家智能他 這個也算補漲嘛 鏡鴻這些算補漲嘛 就剛好一半一半 就是說 一半的股票 就是說這些漲停的股票 有一半以上 其實都還是比較偏向於 補漲的股票 否則你看今天漢訊跟長家智能 為什麼會漲停板 你看今天偉喬 偉喬也是跟 醫療有點相關的啦 這個之前我跟他提到過嘛 所以你看他今天 稍微壓低之後又震盪走高 那今天呢 我覺得今天可以買點不錯啦 看你有沒有買 反正這個股票我都還在啦 還在 那今天省準稍微弱了一點 不過我覺得沒關係 跌升反彈嘛 先突破季線之後 遇到前高壓回 拉回震盪尿縮之後 我個人的看法 還是可以找到買點 還有之前跟他提到過的這個環科 這都是屬於很有補漲機會 的一個個股啦 你看那現在站穩所有的均線 稍微震盪一下 只要稍微補個量就上去了 補個量就上去了 環科的股價也不高 三十幾塊 好 就說 我就簡單把這些股票 先簡單的帶過來 那我們再回頭來聊 就說今天強勢的股票 你所看到這些強勢工漲年的股票 有一半以上都是持續在創波段新高的 那當然還有一半以上是屬於類似像 長家智能 漢訊這種補漲的 該怎麼解讀 其實也不難解讀啦 這一些持續創新高的 我隨便舉個例子 你說音樂打好了 哇 這個伺服器的熱潮沒退啊 對不對 打了AI的這個議題 加上這個AMD的這個總裁 對不對 人家要來嘛 總之要給給面子嘛 總不可以說你今天一來 一下飛機股票變跌停板 那很難看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 是有點在給他做面子的啦 做面子的 那這種面子能做多久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這些股票現在都不便宜 激期都不是在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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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現在這個廣民 這絕對激期都不 你不能說老師這這邊才起漲 我不這麼認為喔 反正我上禮拜有跟他提醒過了嘛 就我的觀察啦 股票市場就是這樣啦 過於不急其實都不好嘛 跌的太深會醞釀反彈 那當然很好 但是漲得過頭了 就要提防他會拉回 所以我覺得這些漲多的股票 我覺得今天也只是一個消息面的反應 我覺得操縮有點難度啦 但是見仁見智 我再這麼講好了 反正都是為了要專利是漲停板 我幹嘛要去追廣民 對不對 我買這個也不錯啊 然後我買去漲停板啊 我買這個也可以啊 然後買漲停板啊 我不一定要去追什麼廣民啊 音業達這一些嘛 反正都是為了賺漲停板嘛 這支投資本 你現在你要選邊站 你要懂得選邊站 其實股票市場本來就是永遠在選邊站啊 看好的跟看壞的跟看保守的 它永遠都是分得很清楚的 永遠分得很清楚的 所以為什麼你看我在這次的六日 為什麼要分享兩檔股票給大家 就是說 我相信基本上會來跟我要股票的投資朋友 想法應該跟我是一樣的 我也不想要去買那些已經漲多的股票 畢竟漲多有風險嘛 但是我寧可去試試看這一些 目前跌升有機會不漲的股票 它的空間它的反彈幅度 它的為了要想像空間有多大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就好了 我們講偽喬就好 別的我不用多講 對不對 我當時在節目上就講得很清楚啊 打回到半年線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買點 而且我們幾乎買在最低點 幾乎買在最低點 那你看喔 為什麼這些跌升的股票 它還是非常極具有吸引力 還有爆發力的 最主要就在說 營收也沒有太差 你看這個偽喬的營收不好嗎 不會喔 不會喔 它連續六個月的營收都是成長的 雖然說股價還被修正 可是你看喔 當六月份公布營收完之後 啪 一切入之後就開始大漲 那當初就跟他提到過了 他的這個色品 我們要知道這個叫做色品 這要怎麼跟他講 就是反正這種色品的技術 大部分的運用大部分都是在所謂的 電子產品跟家用 但是他有打入到醫療 你看我當初看好他的理由就是 因為他受惠在醫療運用的營運 他是持續的增強的 反而他後面的營收都是因為 醫療的題材 反而受惠營收才成長的 加上股價還不高 所以你看到今天長家智能大漲 那要怎麼樣 別忘記啦 我買尾橋買得更早 我們尾橋更早就切入六月三十號 他已經反映了 你看他已經先反映這一個的利多了 不過我覺得他這次的大漲 他這次的V型反轉 他反映的是營收了 他後面如果再漲 他反映的應該就是比較偏向於 醫療這一塊的利多 否則今天長家智能 靜宏這一些為什麼會大漲 那講到這些股票的補漲 你看像不管是長家智能或這個靜宏 你看像靜宏也是很標準的補漲 你看到這個不用騙了 這絕對是補漲 因為他前面這邊根本都沒什麼動 這邊開始這樣進行一個補漲 這個情形就很像 我當初在跟大家講 這個長家智能的道理是一樣 道理是一樣的 我當初跟他提到過 我說當很多股票 拉回到一個重要支撐的時候 如果利空沒有讓他殺破底 沒有跌破到錢底的話 基本上來講這些股票 都極具有一個補漲的行情 只是說這個補漲的體材的發酵 它是用什麼體材去發酵 有的是用營收 有的是用特殊性 就像這一波AI來講 我有做AI 我有做AI 你只要搭上說我有做AI的話 就先漲再講 但是營收不一定拿得出來 所以有體材可以拿得出實質營收的 它才有可能變標股 但是這種股票目前來講 也不容易找得到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現在這些補漲的股票 跌升的股票 當然講到跌升 你不是說隨便可以亂買 很多股票也是非常的弱 很弱 所以我只能覺得 我只能建議大家 就是說今天師傅引進門 該買什麼股票 該給個方向 我都有給 那我也很清楚的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我要買這些股票 那你說網通的省準 那你說跟做衛星有關的 這一些的 我不敢說我這樣子的佈局 是絕對的完美 但是至少我覺得 環環面面都顧到了 對不對 環環面面都顧到了 你說要講營收有營收 你說要講體材有體材 好 廠家智能不是最好的例子 你看 所以說你看今天 我發現他今天走強的股票來講 你看 像這個育尾 這個都是 極具有補長的空間 有沒有看到 都是打回到半年線 你看像育尾是一樣 打回到半年線之後 你看收人在半年線 有沒有看到 這種情況不就跟 我們在講的什麼神准 這一些金銅 金銳 這些非常非常的類似 只是說他的反彈空間 能夠有多大 差別在這裡而已 也許反彈個0.618 也許反彈個0.5都有可能 如果到0.618 那挑戰這裡 如果到0.5的話 不就過千高了 基本上來講我覺得 以現在這種行情 因為大盤在1萬7 所以反彈個0.5 就是二分之一的位置 基本上來講問題都不大 問題都不大 所以我上次就跟他提到過 我說這些打回到重要支撐的股票 你們都要特別留意 而且都極具有補漲的空間 都很極具有補漲的空間 像我上禮拜跟他提到的光盛也是一樣 對不對 像那個光盛 他也是補漲啊 沒錯吧 前面盤了這麼久的時間 今天攻上去嘛 1789的神龍也是啊 還有3205的百岩也是一樣 不過他這個型態有點亂 我不是很推薦 我只是給他講 你看這個明達1 哇今天也很強 你看我發現他今天跟1踩的部分 真的是比較不錯 今天 你看這個橋頂也是比較偏向補漲 還有這個連帽也是非常明顯 這絕對是補漲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 不用我多講嘛 這絕對是補漲 只是不曉得他的幅度能夠有多大 力道能有多強 永結啦 那當然這一波補漲來講 裡面最夭的就是這一支啊 重旗 你看前面盤了這麼久 一衝上去 很有多高速有多長 你看這個重旗都壓不下來 所以說 這一些補漲的股票沒有可能變妖股 當然要看他的題材啦 但是至少有一點我可以很確定 跟大家保證啦 我們買這些補漲股啊 真的是比較安全 萬利過兩天有個風吹草動 我相信這些提升的股票 即使不小心被大盤給影響 它的影響也是很有限的 所以這邊也恭喜 看周老師節目的 你有買到長家智能的 有賺到焊訊的 我都恭喜你們 今天掌停板 那當然很多人也在問問偉橋啦 反正偉橋我們是當基本配備啦 這兩天稍微正當拉回整理 今天也是不錯的買點我覺得啦 我覺得今天要打回到這個季線 上禮拜我跟他提醒過了 今天打回到季線是一個非常不錯的買點 如果你前面都沒跟到的 這一波壓回的話 當然我覺得打回到季線都是不錯的買點 當然啦如果你覺得說 阿翔實在這樣沒意思 你偉橋都已經賺走六成了 你現在來叫人家買 好吧那你不要做偉橋嘛 你說這兩支啊 這支20幾個元人都買得起 對不對 雲端安全門的守衛人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啊 我個人一直覺得啦 就是說因為現在大盤 畢竟是一個多頭的格局啊 我覺得基本上每個類股都有機會翻了 你說趙先生你說 上禮拜被你批評的最慘的 好運股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有機會啊 其實我也 我沒有說好運股不會反彈 只是說 以現在的整個格局來講 現在去買這些跌這麼深的股票 我覺得短時間之內 比較難賺得到大錢 你說會彈還不會彈 也許會 但是我覺得大肉一定是沒有 但是我上禮拜幾次跟他提到 我說那些創新高的跟補漲的 跟這些跌生來講的話 我一定選中間的 因為那些創新高的股票 現在籌碼亂也不太容易掌握 但是這些補漲的股票呢 你說輕輕鬆鬆抓他一個三成 我基本上覺得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所以呢這兩張股票 有興趣的投資朋友 如果你六日的時候沒有看到的話 你剛好看到現在的節目 沒關係 掃碼加入粉絲團 ID是 小老鼠Andy5168 小老鼠Andy5168 我那天有看到有一個人 盜用我的Andy5888 那都騙人可以嗎 就這麼一個粉絲團 還有另外一個小教士 但是那個暫時我就不叫你們去用 我們先用這個就好了 好不好 你就ID就是搜尋Andy5168 因為我們屏幕下方那個二維碼太小了 太小了不好掃 所以你用搜尋好不好 打開你手機的line 上面有一個搜尋鍵 記得像按小老鼠再按Andy5168 那你進來之後呢 因為這兩張股票 我並沒有擺在我們的粉絲團上面 如果你要這兩張股票的話 你指定要低價股也可以 你指定要高價股也可以 你兩支都要也都可以 掃碼進來之後跟我問聲好 你說做阿斯你好 我是要跟你索取這兩支股票的 我就會把這股票留給你 就分享給你了 就這兩檔 這兩天方價蠻多人跟我要的 還有人三更半夜 半夜兩點半夜不睡 來跟我要股票 他應該是看到重播 但是沒關係我起床之後 我都有給我都有補給 感謝大家的支持 有興趣的投資朋友 現在都還來得及上車 都還來得及上車喔 好了 那我們現在回頭來看一下大盤 目前大盤 準備挑戰新高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 我看差一點點吧 前高是17346 今天是17344 差能量 指數再差兩點 就過了前面的高點 上禮拜我就跟他提到過 我覺得前面的高點一定會被突破 那如果突破的話 我們先講比較樂觀的 ABC X 所以說這邊再攻一波 如果他真的是走X波的這種 所謂的衝擊波的話 他一定會突破前高 但是呢 我告訴大家 他過了前高之後 他一定會沒有亮 我跟你們講 他一定會沒有亮 因為這很正常的 這是很正常的情況 那如果不是我假設這個情況的話 好如果不是的話 有沒有可能說 啊抓事有可能 你判斷錯誤啊 好啊有可能嘛對不對 ABC然後再來個12345 哇我告訴大家 後面的12345一定過18000了 後面再來個五波不過18000 岐不是太對不起台灣的股民嗎 岐不是太對不起所有的外資跟法人嗎 可是後面的五波現在有個問題 要走出這樣的格局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主流 先往好處想 最弱的如果不跌 他對溫指數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也知道嗎 現在最弱的是什麼 航運 好目前看起來 航運股好像有利多稍微撐住 似乎對大盤在推升到18000 好像有幫助 但是我們也看得清楚嗎 我相信這半個月來 老實朋友 我相信這半個月來 大家應該眼睛也是血亮的 會去就是要去去啊 不會去還是不會去啊 難道能不能把所有台灣的股民 把所有的外資反應 全部趕去拱了什麼AI這些股票嗎 聽起來也不合理啊 所以大盤如果真的要能夠 順利的公過18000 除了最弱的不能跌之外 一定要有新的主流接棒 但是我目前看起來 新的主流似乎還沒有辦法 完全接受 你不要以為說 今天做的事情 什麼長家智能這一些 問題是這些股票不佔指數啊 這股票那麼小 每天漲天板大網 也不會去100點吧 大家都回事吧 所以這一些不佔圈子的股票 即使非常的狂標特標大標 要把它推過台 這個大盤過1萬8000 恐怕也是有難度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 這裡指數會漲 但是呢 我認為還是會嘗試 新的突破前高 先反映一下 這個AI的這個熱度嘛 再來也測試一下市場的認同度啦 再來測試一下市場的認同度 如果現在這個新的主流市場 滿認同的話 那當然借力死力指數有可能再過 否則的話就會出現我剛剛所講的 這邊可能就是來個衝擊Expo之後 再拉回打一個APC 那接下來的盤整的時間 就會拖得比較久一點點 也不是什麼壞事 我這麼講也不 有時候盤整不是什麼壞事啊 也許在醞釀後面更大的行情嘛 可是盤整的時候 比較有辦法讓主力有充足的時間 去營造一個新的主流 因為現在行情在漲嘛 我先不跟他提這個 總而言之盈而總之 不管我分享過的股票 或者是我推薦過的股票 你有賺到哪一檔的話 我相信這一波多多少少你都有賺 都有賺啦 好啦 我們先進廣告 好 大家回來持續的聊大盤 第三保證 貸金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金一定貸出 成通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洞行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通同步 值得托付 022-2752-5868-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上個階段剛才聊了很多強勢的股票 那當然投資朋友選邊站你自己啦 看你自己啦 如果你覺得那些什麼AI的題材股票 還是你的最愛的話 那你最近去你就自己要稍微衡量一下風險 那如果你不想承受風險的話呢 可以試試看 我這兩隻好不好 你試試看啊 一個是股價仍然二十幾 人人買得起 一個是雲端安全的守門人 股價雖然稍微貴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個格局很漂亮 大家可以把這種欣賞的眼光來看一下 我講真的 這個格局真的蠻漂亮的 有點那個尾橋那種味道啦 大家可以做個參考 那當然如果你不要偏重在股價的話 那你就壓這一隻吧 今天是個還不錯的買點 講完了上階段跟他聊了很多強勢的股票 也跟他聊的大盤 我們來看幾檔今天的弱勢股就好了 這叫續評 沒台沒錢打到跌停板 今天大盤沒有很差 可是為什麼要今天打到跌停板 還有這個首例 還有這個3617的鎖天跌停板 我剛剛盤中看有沒有跌停板 先變跌停板了 持續破底的避應 那這些股票為什麼會這麼弱呢 最主要就是會漲多了 你看這個續評 這是我之前點名要賣的股票 我希望你們都有賣 那這個首例之前我有跟大家提醒過 我這個我覺得這個不太容易操作了 所以我以前我常做首例 但是最近我都不太喜歡做了 還有這個碩天 你看賈圖破針拉回 今天震盪關到跌停板 還有之前跟他提醒過 像那個避應 你看這個對不對 2點高的盤 又過不了前高 這種都很危險 真的很危險 那當然了 打回來亮縮完之後 後面會再漲再再講 那個因為我一直覺得 很多強勢股 他先攻高之後壓回之後 也許後面會再漲 但是你在忍 他在拉回正力的時候 你可能就受不了了 你可能就受不了了 所以我會一直建議大家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做股票是這樣子 什麼叫建豪就有時候真的很難 尤其當股票還在漲的過程中 當指數大牌還在漲的過程之中 你要說把你那些強勢的股票砍掉 有的人他不一定砍得下去 但是我覺得沒關係 你不賣都沒有關係 不要追 不要亂加碼就好 不要亂加碼就好 就比如說你看我很多股票 我幾乎沒檔 我會嘗試性的在低檔先佈局 只要它一漲上去了 我才會去進行一個加碼 最明顯的例子 我就舉這個圍牆給大家看就好了 因為只有做對才有加碼 做錯幹嘛加碼 越買越虧啊 來圍牆 你看我們在6月底的時候 120這邊開始先佈局 然後這邊才做加碼 那為什麼會有後面的加碼 我問你如果股價是跌的 我幹嘛加碼 就是因為它後面漲了嘛 這是在粉絲團公開的 那這一次這兩檔股票 我沒有擺在粉絲團 這兩檔沒有 所以我才說你一定要掃碼進來之後 不是這兩支啊 另外這兩支 股價這兩支 這兩支 你要掃碼進來之後 直接跟我用要的 我才會把這個股票給你 這兩支我沒有擺在粉絲團 那你看喔 當初韋喬在分享的時候 跟他提到過 你看我們韋喬買得多漂亮啊 全市場最多就是我買到了 絕對的啦 再來你看喔 6月30號先帶會員 120 121卡位 先卡位 那為什麼後來 7月5號那天才加碼 因為股價上去 大家懂這個意思嗎 我們先逢低卡位嘛 對不對 先逢低卡位 等到股票它確定供過了月線 持續走高的時候 才有這個加碼的價值嘛 如果它一直盤在這邊 那我就不見得會做加碼 大家懂嗎 我就不見得會做加碼 所以大家要了解到就是說 今天你要把你的這個獲利啊 我們講的所謂叫獲利最大化 你要適度的懂得去加碼 你手上最強的股票 而不是一直去買那些 不會懂的股票 大家懂我意思吧 比如說韋喬還在漲 我認為我順勢操作順勢加碼 其實是正確的 就看它會不會漲過 我的預期的高點嘛 類似這種做法 我相信這種做法在節目上 也不是第一天講的啦 之前也講過很多 我不會說買了就不動 然後就死報活報不會 我中間還會做做當中啊 做做價差對不對 增加做股票的樂趣嘛 那這麼做呢 還可以把報酬率拉高 不然你看喔 如果你跟著我只買波段單 那你想報到今天 對啊也是不會虧啦 但是你要看喔 你要累積能夠把報酬率拉高 你如果不做加碼 不做做短線的話 你那個報酬率要堆疊起來 就沒有那麼容易啊 好這有機會再跟大家細聊 好啊記得喔 如果你要知道這兩檔股票的話 先在掃碼加入 鴻哥的粉絲團 這兩檔股票還是一樣 可以分享給大家 不過記得喔 我們是沒有貼在粉絲團的 你掃碼進來之後 一定要先跟我打聲招呼 打聲招呼完之後 我就會把這兩檔股票 公開的免費的送給你 好節目最後 遇事說的投資朋友呢 操作順利我們下午見 本同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